好 接下来看到了这个新鲜的发明也引发了新的商机 先来看到有大部分的人呢卸妆是用卸妆油或是卸妆水 不过现在网路上出现了这一条毛巾 号称只要沾水在脸上擦就能够把浓妆都卸掉 真有那么神奇吗 带您快来看看 这个年轻美眉画了大花脸 亲自试验最近网路上爆红的卸妆精 粉色毛巾在脸上擦呀擦 眼线 眼影 口红都不见了 还有刻意在脸颊画的小猩猩也是一擦就掉 卸妆精有多红 就连艺人丁晓晴也在网路上直播 这么浓的妆一般都得用卸妆油才洗得干净 一条毛巾能那么神奇吗 实地找到研发业者 他说毛巾因为用的是特殊材质和织法 关键只要用水把布完全的浸湿后 就能把妆卸掉 整个沾丝拧拌干它就有这种效果 不用任何的洗面乳或是卸妆液 它就能够达到清洁 业者找来model画上超浓防水眼线 当场卸给我们看 就在卸妆精来回擦拭下 一眼的眼妆50秒卸除 这条卸妆精要挑战卸妆油市场 但一条要卖1250元 价钱是一般卸妆油的五倍 能不能让小资族接受 有待市场考验 记者综合报道